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我这几天以来骑的最早的一次 我们今天要去干啥呢 对 大家看到 我们已经到了三亚了 然后今天要去拍我的那个MV 然后这会儿我们准备出发过去 那我们一会儿现场见 走 这个就是我今天就是要用到它 然后会拍一些就是我看到的好看的景 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去现场的路上了 这会儿我们已经准备过去 然后准备去我们第一现场 坐车过来的时候 我有看到这边的那个海岸线是非常的好看的 哇 现在的太阳已经 就是感觉我的眼睛都有一点睁不开了 这个这个时候正是太阳 升到慢慢升到最高的时候 先让我试一下 还是中不开 还是中不开 有没有发觉这个这个浪没有人敢下去游泳 这个浪稍微一个不注意就被带走了 这个是真的一波带走 来 起位 哇 我感觉这样的话我会被冲走的 咱们可以再往海的这边 里面回 不应该是真的 这一路之后 前两路之后 那裡的电影 导得到泥河的燈 就是漂亮 可以 可以 放大版的残屑 缺了一块 还对了 虽然它很大 但是它缺了一块 中文字幕 ends 刚才拍的挺好的嘛 今天一早就直接奔着海滩 但是还没游泳 今天找个机会看 有没有机会能游泳的 真舒服呀 真的在这边你带了回去 再穿上羽绒服的感觉很奇怪 要不别回去了 就在这里靠海 打鱼 打鱼 我会打呀 把鱼抓上来我就开始打 打鱼嘛 好可爱 好可爱 这不可恋了 一定要去游泳才行的 完了嫌弃你 小孩会害羞的 你见到陌生人吧对吧 都会有一点 你看这里浪这么多 都没有小朋友在那里 没有他们害怕呗 他们肯定害怕 还有被冲走怎么办 每天都要游 那你为什么没被晒黑呢 还不是图了防晒呀 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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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了很长的时间 这里的景也见了很多很多 他喜欢的爱好就是拍摄嘛 但是这些警察重复的拍了很多很多次 他总感觉缺了些啥 就少了些什么 表达的是一个很落寞 是 stage 好 作词 我想我在干什么我就不用说了 我在骑车 而且我是在海上的一个大坝上面骑车 这感觉真太爽了 就是两边就是海 然后中间一条只有一条路 只能向前走 对就是要向前看 说不定还会遇到这样的沙子 但是越过了这个沙子 前面又很平常 太舒服了 能想到这是冬天吗 想不到啊这么大的太阳 而且还能吹着海风 一点都不热还是凉快 我准备加速了 在这里等 在这里等 今天我们的第一天的MV拍摄工作已经结束了 我们是从早上大概9点多钟 然后拍到现在差不多5点钟吧 对 然后因为我们想赶这个天空光 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是没有吃饭的 就是希望能把这个MV拍好一点 状态好一点 抽空喝了个烟奶 今天其实整体的拍摄很顺利 我们第一个景是拍的那个海岸线 然后第二个是灯塔 然后最后一个是拍的那个 旁边有很多芭蕉叶的地方 然后很多阳光穿下来 还有我们骑自行车 然后就是唱我自己的这首歌 就整体都非常的流畅 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 好 不要对我说再见 Baby 总说有一天 我们都爱得不再热烈 就会从头在爱一遍 Every day Every night 每天白都说上好几遍 像偷吃汤的小孩 却怕被别人责怪 Oh baby baby please just say yes 我看那个是神舟饭的 然后今天转到这个地方是三二的几条街 分别是青龙 白龙 黑龙 黄龙 这是以龙的名字命名的四条街 然后我们现在位置正在青龙街 然后刚刚拍了一个镜头 接下来我们准备转场 然后我们转场去看什么呢 扫地 那我们一会儿在扫地的地方见 我先拍两个 我感觉这边我们来的这个街道啊 它属于那种 因为近海嘛 所以虽然你看起来很大的那个太阳 然后但是其实很凉快 这些小巷子里都会时不时的有风吹过 大家在这里居住的也挺舒服的 因为我感觉他们都是要不就在自己的家门口的这个位置 然后坐着 这是一个极具烟火气息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在这什么地方 你们看到我后面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为什么 因为这两边像两个画框 然后这前面像一幅画一样 然后还有椰树 然后底下还有几只小船 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这个景色真的很漂亮 我觉得这个拍照特别好拍 有方形的 重感 现在呢我们已经拍完了就是今天的白天的所有的场景了 刚才拍完了咖啡厅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回去换一身衣服 就等着晚上拍那个日落黄昏的时候的场景了 那我们一会儿见 看现在的太阳多大 我眼睛的有点睁不开了 那我们回去换衣服了 走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套扫行 就是粉色的 然后里面有一个灰色的 和这个鞋的颜色是相衬的 然后就是我们这次拍MV的最后一套衣服 然后一会儿我们就准备去那个沙滩 那现在要在街道上再拍 然后就切一下 对吧 正好喝 感觉很凉快 海南的椰子就是好 我记得我刚到的第一天喝了一个 然后今天喝了一个 然后今天是大家一块儿喝的 我感觉我嗓子已经牙了 日记已经拍完了 然后现在还是我们这个MV唯一的一个夜景 然后一会儿在那个旅行馆西点 然后我们这会儿先提前过去了 然后一夜已经结束了 和最后一个景 晚上是不是很舒服了 晚上舒服多了 晚上不晒了 其实这里的晒它不是那种 很烈的那种晒啊 就是紫外线比较强 但也不是说 晒到身上会很不舒服 这个倒不舒服 但时间长了肯定会不舒服 晚上是非常的可以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在三亚的两天的MV拍摄 到现在为止就已经全部提出了 然后现在我们回到酒店了 然后这段旅程就在这里 发生一个圆满的曲号 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